为什么我国的大多数机场都只有一两条跑道呢 数得上名号的大机场 北京首都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重庆江北机场都只有三条跑道 上海浦东机场的跑道数量最多 也只有五条 哎 为啥不舍得多花点钱多修几条跑道呢 如果说老一些的机场呀 因为周边的发展不能扩建了 那为什么新建成的北京大兴机场 竟然也只有四条跑道呢 先说答案 因为够用了 中国民航机场一共248个 其中四分之三的机场 年吞吐量在200万人次以下 年吞吐量在1000万人次以上的大机场 仅仅占十分之一 我国中型客机载客人数在270人左右 中短程在160人左右 按平均每架飞机载客200人计算 绝大多数机场啊 每年平均起降次数在一万次以下 每天在30次以下 哎 这样看来 大多数的机场啊 一条跑道就已经够用了 在出行淡季 甚至啊 有些跑道每天只起降一两次 跑道多了反而闲置浪费资源 但对于大型机场啊 多修一些跑道 减轻每条跑道的压力 降低减修成本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正相反 跑道要是修得太多 飞机起飞啊 可能都是个问题 飞机起降时 滑行距离很长 跑道长度一般都在3公里以上 机场海拔高度越高 空气密度越低 含氧量越少 发动机的推力越小 飞机啊 需要的起跑距离就越长 比如道成亚丁机场的跑道 就超过了4.2公里 而气温对发动机的推动力也有影响 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 跑道长度较延长1% 同时啊 机型越大 需要的跑道也就越长越宽 我国中小型机场跑道的宽度 在30米以上 大型机场跑道宽度 在45到60米之间 同时啊 每条跑道还要有 760米以上的间隔 以现在多数机场的占地面积 只能修建一条跑道 否则啊 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了 别说多修一条了 很多机场 连修建比较长的跑道的条件 都不具备 比如贵州碧阶机场 跑道长度只有2.5公里 平时是够用的 但记得咱们说过 气温越高 起跑距离就更长吗 在夏天的中午啊 这个长度 满足不了起飞条件 飞机只能等到 下午气温降下来才能飞 可想而知啊 如果强行多修几条跑道 反而会降低飞机的起降效率 如果把机场扩建一下 多修几条跑道 能不能缓解拥堵呢 即使不考虑成本 这个想法呀 也行不通 就像高速公路上已经堵车了 那入口再多 也没法缓解拥堵一样 飞机是否拥堵啊 也并不取决于跑道的数量 而是由天上的航道情况决定 俗话说都说天高是鸟飞 难道天上还会堵击吗 其实啊 对于飞机来说 能飞的区域很有限 首先 空中航道是归空军统一管制的 这是为了国家和民众安全的考虑 全世界都如此 那么 我国分给民航的空域面积有多大呢 只有不到20% 那即使这样 充分利用高度 也够许多飞机同时飞行的吧 也并不是 为了保证飞行的平稳 飞机只能在平六层飞翔 中型以上的民航客机 飞行的高度范围被限制在 7000到12000米之间 而且以1000米为单位划分航线 也就是说呀 一个机场可用的航线 最多只有6条 而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 这6条航线每条都是单行线 其中一半的航线用于起飞 另一半用于降落 看来呀 飞机晚点的问题 多数跑道是解决不了的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感谢收看海克思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